有人说知识是无价的 不过当知识变成产品与服务 就成了一门好生意 随着网际网络的普及 以及价值观的转变 知识付费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新动能 知道现在中国时下最夯的是什么吗 那就是透过电商平台买知识 中国除了直播市场竞争激烈 付费知识更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新动能 借助于互联网的技术创新 我们这一代人终于有机会 直接完成对一个用户知识的 像内在结构化的交付 随着网际网络普及 越来越多消费者为了减少个人搜寻成本 愿意经由付费方式 透过音频点播 语音问答以及在线音频讲座 向各行各业的达人 吸取碎片式的专业知识 付费知识电商像是罗基思维旗下的得到APP 推出专栏订阅 有料音频以及电子书三大类 分答则是将知识包装成 线上一对一的60秒问答方式 知乎Live则提供专业知识的付费直播服务 未来我想这种知识经济的年代 这种趋势会越来越热门 那一定会产生的 因为只要有市场需求 尤其是知识是无价的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上机出现 知名作家白仙勇 上个月就在授群网站豆瓣的APP上 开启付费语音课程 向用户讲解红楼梦 每集不超过30分钟 知名艺人林依晨则是在知乎Live 透过音频转播他的演绎路程 用数位卖知识的共享经济模式 在台湾还没有成型 不过在中国将掀起一场新战局 新唐人亚太电视赵婷玉真理报道